他跟我說 明年初就可以 真實借掉精神歌的洋舞了 這首音樂演會的 在唱下一首歌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讓我覺得很驕傲的詩 絕對不是受到60公斤 這麼無聊的詩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已經吃那個精神科的藥 吃了將近八年的時間 在前陣子 我跟我的那位 照顧我的李醫師 回診的時候 他跟我說 明年初就可以真實借掉精神歌的洋舞了 我想要在這邊 鼓勵很多處在低潮的朋友 雖然你可能現在 困在這個死桶裡面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有一天 一定會砍結 更不一樣的事件風景 我不怕表白我 我知道自己是最美麗的 叫做樂的 人子 尖歌 尚自動 和製造 尚自動 尚自動 尚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你们